玉璃分局卓乐派出所接获卓西乡 卓乐部落村民报案指称 有男子疑似身体不适 身边还带着一名年幼的孙女 远景立即前往现场查看 在评估男子没有立即危险后 考量祖孙两人的安全 主动地将两人平安载送到玉璃镇的家中 阿公抱着孙女回答玉璃住家地址 但是口齿不清楚 远景费了一些功夫才找到祖孙两人的正确地址 原来是玉璃分局卓乐派出所 接获卓西乡卓乐部落村民报案称 有男子疑似身体不适 身边还携带一名年幼孙女 远景立即前往查看 在评估男子没有立即危险之后 考量祖孙两人安危 先将阿公机车停放在卓乐天主堂前面 并且主动将两人平安载到玉璃镇的家中 我站得去玉璃啊 可以吗 到火车站要不要 玉璃火车站 玉璃火车站 可以吗 分局长陈威文说 未明服务是未善积德工作 警察平日除了维护治安交通之外 对于未明服务工作更是以同理心来对待 呼吁长者如果有疾病在身 建议避免独自驾驶汽机车出门 家人也应该要注意长者动态 随时掌握去向 防止汗事发生 记者高雄爽语正采访报道